居然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唐一圈目前为止呢 在台中市南藤区 很高兴我们访问到 一位相当有名的 本身也是艺术家 也是画家 年树珍老师 好 年老师 你好 你好 哎呀很高兴 我们目前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是南藤区的什么地方 南藤区的南藤老街 这边是南藤老街 北门 北门 南藤有四个城门 古早异象的 现在没有门的 有东西南北门 我是住这边是北门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南藤陶艺馆 是不是 是啊 所以这边也算是你的工作室 跟展览室 展览了很多 您的这个作品 那今天特别要跟我们介绍 这个是很有特别的 这个黑面皮录的作品 请问一下林树珍老师 你当时是什么情况之下 会以黑面皮录来作为你创作的一个源头呢 那很久了 17年前 17年前 因为七谷台南七谷那个黑面皮录 有一群人要那个失地 就是报纸又报出来 因为黑面皮录是比较少的 保育了略 所以你就用黑面皮录 来做创作的一个基础 也呼吁大家嘛 来重视这样平凌绝种的一个动物就对了 现在引导 现在很多人都有达到环保啊 有一些那个塑胶筒啊 或者这样已经知道 却身每一个人都有 知道他已经围绕到 每一个人的生活或是气候或是他的环境 现在大家都会一直在推动这边 所以经过林树珍老师 您这样子呢 藉由艺术创作哦 来呼吁大家 现在黑面皮录是不是有这个实质上的增加的那个量方面 人啊 每一个人的姻缘都刚好卡在那里 他引导 那时候还是环保没有这么推动啦 现在有很多 已经很多人已经全国 全球性了 嗯 了解 所以现在大家比较了解啊 那以我们这个作品哦 这个作品的话 能不能请林树珍老师哦 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这个作品的话 是黑面皮录 当时是怎样构想做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哦 这个是陶瓷啦 在台中文化局要展览的时候 嗯 对 啊 因为都是跟我们我们洋达厂老师哦 他是陶艺创作家 嗯 那我就配合他互动 然后我是用陶板 啊 画画 嗯 用陶板来画画就对了哦 好 我们大家透过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呢这个黑面皮录哦 你好 可以说是栩栩如生的感觉哦 然后呢这是呢我们呢 相当有名的这个啊 画家也是艺术家 这个年树珍老师他的作品哦 那他这个作品相当的特别哦 这个特别性就是说呢 他呢是用我们百年的客桌椅 然后呢来做一个支架 啊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能不能证明他是百年客桌椅 让我们看一下 百年客桌椅哦 好 那时候是做光 我们常常配合的做框木框的老师 出乎没有空啊 好 那我们就一直在想那怎么办呢 啊后来有收集一些我们蓝筒国小 一百四十几年的学校哦 他有一些老这个客桌椅哦 嗯 这个你看看后面 我们反过来 我想阴影讯网的观众朋友 就可以回忆哦 这个是有那个 那个放铅笔的痕迹 还有刮痕在那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不然就用这个来做啦 嗯 那做起来效果还蛮好的 因为可以恢复利用 可以恢复利用 然后变成艺术品 可以达到环保的一种 艺术跟环保结合 哎呀真的太棒了哦 那我们年树珍老师哦 这个黑面皮录哦 可以说是您的这个作品当中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音子哦 那这些黑面皮录哦 看起来都栩栩如生 你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创意呢 创意哦 对 能够把它做的这样 栩栩如生的感觉 哎应该是有技术 跟你的构想哦 融合在一起 应该它的东西 你要创作的东西 可能会跟你要创作那一个心思啊 或灵感会有钱 那东西应该 你如果做十件 至少也有五六件都合格 嗯 我们就拿那个 没有瑕疵的出来 当然哦 那我想我们也许英语讯报的 观众朋友很想增长您的这个作品哦 如果想跟年树珍老师年戏 或是来参观我们南屯呢 这个陶艺馆那怎么跟老师联络呢 老师能留下手机给我们 或者是电话号码 零四二三八零零五九六 零四二三八零零五九六 了解 那以目前呢 这个作品的话 如果观众朋友要增长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的价格 价位 价格啊 对 哦 应该是 这个是 你要只有一件作品而已 嗯 他只有一件而已 所以说 定价 差不多三万块 大概三万元 而且我们知道 如果能够有这个因缘 收藏到年树珍老师的作品 艺术品本身也会增值的嘛 对不对 都说增值啊 因为你这个艺术画家 或是艺术家 他有一直在创作 嗯 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他的东西是 艺术是越老越 水涨船高的东西 应该是比股票好吧 真的哦 好 我们也再次谢谢呢 这个年树珍老师 接受记者 Toney先生的采访报导 谢谢老师 谢谢您 一段多少钱